所以你們要做出來的程式 大概就是講這樣 這個錄製的部分 然後VBA的部分 VBA的話自己再增加一個按鈕 一樣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 改的話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這個刮鬍自串 然後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再把這個 底線公式刪掉 這個 這樣的話輸出就可以了 裡面的話基本上 輸出的結果 就不會有多餘的公式在裡面 當然它的效率會比較高 而且檔案不會一直膨脹 所以這樣的寫法我是比較推薦 但是這樣的寫法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你可能還是需要 了解就是說 VBA裡面到底有哪些的函數 至於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打一個VBA點 後面都會出現 並且配合一個F1 它就會幫你跳出說明 我是覺得裡面的說明也足夠了解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坊間有很多的VBA相關的 詞點等等的可以參考 最後這邊有一個Function 這個最後先講一下 這個 插入函數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我希望多一個 使用者定義一個函數 叫做刮弧自傳函數的話 那我給它一個資料 它會自動幫我把結果呢 就取得出來 那你會發現裡面的函數 非常的簡短 就只有叫刮弧自傳函數 然後裡面就是取得前面的資料 自動幫我切割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寫 前面好像講過吧 Function部分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Function加一下 那加的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一樣 只是把Sub改成什麼 Sub改Function 然後呢 名稱叫刮弧 後面加一個函數 Enter 第二的話呢 刮弧裡面要跟使用者要個資料 什麼資料呢 應該是什麼 參賽者資料吧 我簡稱叫資料 它就跳出來 你給我資料吧 那底下的話呢 要如何撰寫 這個程式啦 其實 比較偷懶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這個刮弧自傳的程式拿來改 哪些地方改 特別注意喔 只要把FordNest裡面的程式搬到這邊 複製過來 然後呢 再來改什麼呢 這個第一個啦 把縮排 太右邊了 把它按Shift加Tab 讓它什麼 凸排 縮排是向右 凸排是向左 OK 然後呢 需要改的部分就是Salesi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 跟使用 對 把這個資料 這個改一下 貼上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 Salesi有沒有 意思就是要取得資料來源 因為使用者給 不是自己去抓的 那兔回來的 兔回來的就是Salesb 有沒有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叫刮弧自傳函數 C-1有沒有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丟給誰呢 丟給自己本身 然後呢 如果你游標放在這裡的話 它就把最後的結果丟到這裡來 OK 我們試一下喔 基本上改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是 插入函數的時候 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再來的話呢 選到它之後 就跳資料 有沒有 資料給你 給你囉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喔 似乎會有一個地方怪怪的 哪裡呢 只要沒有瓜佛的地方 好像都變0 為什麼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方選本身喔 如果你從來沒有 賦予它任何東西的話 它的預設值是什麼呢 它的預設值是0 也就方選喔 如果你什麼東西 都沒丟給它的話 它的預設值是0 所以喔 如果你想要 把這個地方的0 把它變成不見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寫法 就寫一行 把它這個裡面的0 改成什麼 改成沒有東西就好了 改成自串就好了 改成自串就好了 沒有自串喔 OK 那這樣的話 改這個喔 放在這裡喔 OK 把它打個勾 全無見 為什麼 因為它初始值 本來是0 你把它改成這個 它就 如果沒有丟任何東西給它 那 它就沒有任何事情 那當然我在雲端上 寫的不是這樣寫 我是寫另外一個方法 我是寫一個else 反之的意思 反之 然後呢 把這一行喔 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裡 這樣寫也OK啦 只是說這樣的寫 相對變成說 你要多了解一個else else是反之的意思 意思是說 如果它是等於0的話 不等於0的話 有刮弧 那就切割 可是它如果等於0的話 意思是它裡面沒有刮弧喔 那我就把 它裡面的資料 改成沒有 就空的 這樣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不過 感覺好像剛剛那個方法 比較簡單 那你想說老師 你有什麼要教這個 因為 剛好我要鋪個梗 因為後面我要教這個 反之嘛 對不對 所以寫這樣的話呢 那可以跟後面的課程銜接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就是把今天的部分練習完 必存檔 記得要另存成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那一樣就丟到Moodle裡面 就完成今天練習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還會再看那個152 就是152那個多個瓜糊的 還有就是再來就是要從那個網路上面找開放資料喔 資料量會非常的龐大 可能 至少是幾百上千 甚至上萬筆資料 要把資料找到之後呢 把它做出我們樣的結果 OK